我們在祝福耶穌祝的節節, 我們也在祝福耶穌祝的節節。 耶穌祝的節節有很多深深的意義, 耶穌受洗含有非常豐富的神學含義, 當耶穌受洗, 祂不只是祝福給宇宙慣用, 但是, 我們看到, 耶穌受洗禮的罪人, 也代表耶穌受洗禮的罪。 這因此, 耶穌受洗禮的聖靈, 耶穌受洗禮, 耶穌受洗禮的聖靈, 耶穌受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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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受洗禮的聖靈, 也代表耶穌受洗禮的聖靈, 耶穌受洗禮, 耶穌受洗禮的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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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受洗禮的聖靈。 耶穌受洗禮的聖靈。 耶穌受洗禮的聖靈, 是三天, 在那裡,邪魔祈禱了祂三次, 耶穌上了十字架, 並且他繼續, 以其他方式去拒絕耶穌, 並非直接, 在祂的事項上, 至於上了十字架。 我只會講幾個詞, 讓你了解今天福音書所講的。 我只會講幾個詞, 讓你了解今天的福音書。 撒旦假扮,是一個非常了解的神學家, 甚至誤用這個神學家。 這是為了很多次, 我們必須要記住, 所以當我們研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知道, 聖經不是讓我們更混淆, 更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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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經中, 也不能只選擇一個疑問, 只選擇一個疑問, 然後說, 噢,那就是這樣。 所以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不是單單選一個經節或一個詞, 就是這個意思。 魔鬼會選擇不同的文章, 來欺負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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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經中, 在聖經中, 叫了聖經中的辯論, 為了聖經中的活力, 而聯繫耶穌的活力, Ties is the use of the name. 另外, 聖經中是說聖經中的活力, 就是聖經中的活力, 使聖經中的活力, 因為聖經中的活力, 他們的活力, 使祂使祂成為麵包, 使祂成為麵包。 耶穌再次使用聖經, 說真的食物是神的話語。 魔鬼不知是誰被受死, 因為最後,我們看到在耶穌的生命中, 耶穌就是真正的生命, 永遠來得來的食物, 永遠來得來的, 永遠來得來的。 第二點,耶穌再次使用聖經, 再次使用聖經, 使用聖經的詞, 即使用聖經的詞, 他們會跳下去, 然後,聖經就會踏下去。 再次使用聖經的詞, 再次使用聖經, 聖經是一個一個個人的表現而已。 這就是同樣的 felicit, 聖經被 menged 當他在聖經時期上訴求。 當他們提到祂從聖經時, 耶穌所回答的,大概只有魔鬼, 耶穌所回答的, 祂說,你不可以試看你的神。 但是耶穌在祂說吓, 真的,祂降到。 祂降到壞壞的耶穌, 祂降到壞壞的人們, 可以讓人生命的利益到救世界。 人間降至地獄, 為了解救這些人, 從天降到地, 是為了拯救宇宙萬用。 祂跳進死亡, 至死亡,至死亡,至死亡, 至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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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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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死亡。 而不是祂只是為了要來,就是探神。 最後的跳,當然是在祂的上山上, 跳進死亡, 與祂全心全力地, 與祂全心全力地, 只為祂的愛人類, 與祂全心全力地, 與祂全心全力地, 愛人類。 而神,並沒有在那時候, 拯救祂, 而不是為了祂的, 而不是為了祂, 而是為了祂的聖誡, 並非為了祂的聖誡。 而不是為了祂的聖誡。 但是第三個, 是用虛偽的聖誡力, 因為聖誡會說, 所有聖誡都屬於祂的聖誡。 當然是謊, 祂對聖誡, 我會給祂的聖誡力。 而耶穌就說, 它是寫的, 只用聖誡, 他以為祂是聖誡的聖誡, 說, 它是寫的, 你會拜祂的聖誡, 你會拜祂的聖誡, 然後, Государ的聖誡, 而祂寫的聖誡的是聖誡。 喆滅的聖誡有聖誡, 而耶穌寶要求聖誡會, 他能求聖誡有聖誡聖誡的聖誡聖誡, 而耶穌到聖誡使用聖誡聖誡復, 就回到聖誡聖誡。 他以為他擁有人類的國度, 耶穌卻到了這個屬世的世上。 他現在說什麼呢? 他走到余地人的地方, 然後去加利利亞, 去加巴奈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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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不只是向猶太人傳福音, 而是向所有的人來傳福音。 他說, 改變你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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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你的思想。 因為神的國度, 成長了。 那神的國度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 在聖書中, 每一個人都在等待國度的靈展。 但現在是一個期待。 但現在,神的國度已經開始在這裏。 耶穌在祂的傳福音中講過非常多次的神的國度。 耶穌在講的是真正的國度,天堂的國度。 因為神的國度就是一個政治的國度, 會統一羅馬的帝國。 但在聖經所講,神的國度是一個和平和和諧的。 在別處,耶穌說,神的國度是在我們裡面。 最後,到底什麼是神的國度呢? 如果我們看到耶穌在其他地方, 我們可以明白耶穌是神的國度。 祂就是王的國度, 祂就是頂尊。 如果在聖禮儀式中, 因為聖禮儀式是此時此地, 當然是還沒有完全成就。 所以聖禮儀式在聖禮儀式, 在神的國度上, 和全聖禮儀式的真正的聖禮儀式, 因為聖禮儀式並不單身, 和全聖禮儀式, 因為聖禮儀式不單身, 聖禮儀式便爛上去。 還有所有的聖徒圍繞著。 如果我們在《請示錄》看到, 神的國度在哪裏開始建立的, 我們可以看到, 神的國度在哪裡開始建立的。 聖靈就是一條河, 聖靈就是一條河, 一條最美的河, 每個人都喝了。 每個人都喝了一條河。 那神的兒子在我們每個人的裏面。 約翰說:「我沒看見聖殿。」 之前他提出了聖殿和座椅, 聖殿和聖殿。 他沒有看到聖殿, 為什麼? 因為聖殿和聖殿, 聖殿和聖殿, 聖殿, 聖殿的聖殿。 使徒保羅說:「佛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穌基督。」 所以這國度是耶穌基督自身。 而不是一個政治的國度, 而不是一個權力和能力的權力, 而是神的國度, 而是神的國度, 並不是世上的政治軍王的那一類。 也提到,每一位將與耶穌一起作王, 他們會以耶穌同座寶座上, 一起作王。 因此,耶穌是神的國度, 耶穌是王。 因此,他會將我們與神連接, 來接近我們。 因此,要把人的自然之間, 去接近我們。 因此,要把人的自然之間, 和神的自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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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神的自然之間的自然之間。 因此,在教會中, 殺人同一種地轟盛放充和神真也, 戰爭! 因此,我們跟這裡存活。 要在這一點中心上, 傳承完成逐盛, 它tóirling sangre。 因為我們不是每次說同樣的事, 而是因為我們參與神的國度參與。 所以,好好思想這件事。